在老朋友南希的邀请下 我在计划之外的贵州之旅正式开始 没想到第一天就在凯里的苗药洞药一条街 直接吃了闭门羹 不仅这一条街看不到人 连整个苗洞风轻园都没几个往来的人 更没有几家开门的店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大家好,我是虚公 大家好,我是南希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贵州 前东南州府凯里的苗药洞药一条街 今儿我们来失误了 基本上没什么人 这是南希的老家 你们看这后边清静吧 待会咱们就来一起好好逛逛着 从东云到凯里 能走高速尽量走高速 虽然也有一条佛山大道的公路 行程很近 但建议不要走那条 因为总是限速 很多人不小心就超速了 罚款可比高速费贵多了 按照南希的建议 我们从所住的多云 一路开到了苗洞风轻园 从航拍视角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的面积真不小 后来我从地图上大致估算了一下 算出它的面积应该是在30万平米以上 正常情况下能逛个半天 苗洞风轻园有自己的停车场 价格我也拍下来了 供各位参考 停车场的附近 还有一个简单的地图布局 能让游客大致了解它的结构 为了能多逛会儿飞机 我们还在附近 找了个地方提前蓄满体力 不过它放辣椒的这个架势有点吓人 我以前没发现它这么能吃辣 贵州人吃辣都这么猛吗 今天的主要目标 是这边的苗药动药一条街 头些日子 我不是在四川把脚崴了吗 然后我就联系南希 说你们那边有没有苗浆神药推荐给我 因为我记得咸剑里边 加写最多的紫荆玉绒膏 就在苗浆这买 这类的药应该有现实原形吧 然后他告诉我 先喷云南白药器无际 将来有机会 就去带我看看真正的苗药 但当时没料到 这一喷基本就把脚喷好了 更是没料到 我们的贵州之旅居然这么快 而且第一站就是来看苗药 但人算不如天算 等我们走进苗洞医药一条街之后 就直接傻眼了 我知道自己是淡季来的 所以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这淡季未免淡的有点过头了 基本上就没几个店铺开门 隔壁的飞仪区也没好到哪去 大部分地区都是空的 只有刺绣区还有少数的几家在摆摊 但咱们也不能对着空架子解说呀 下次等这边热闹了 咱们再详细介绍不迟 那么得什么时候这边才能热闹起来呢 我们跟周围的人打听了一下 药铺的老板告诉我们 说医药街这边星期日全开 然后旁边的宣传大牌子上面写着 飞仪集市区域是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开放 我们是周一来的 可以说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完美错过了 虽然大部分药店都没开门 但是能看出来 很多人其实并没闲着 有的店门口放着炸药刀 应该一会就要出来炸药了 有的地方烧着锅 不知道要炖什么药 还有的地方在拿小钢木打粉 这个记忆在2023年仍然是没有失传 既然在正常运转 就证明这里真的有生意 每一场生意的末烧 是靠手艺吃饭的那些人 而他们共同的源头则是大众的需求 只要需求不断绝 终端自然就能存活下去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需求是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终端自然也要跟随需求 一起发生变化 这才好继续往下生存 可惜在今天的旅途中 我们几乎就没看见什么 就没法进一步讲了 在未来的视频中 我们即将会深入贵州山村 拜访一位与时俱进的飞夷银将 相信他对飞夷的看法 能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